哈喽小橘子们,又到了每天一大早就要暴露年龄的时间,曾经记忆中的他们,现在长什么样了呢?在做什么呢?好久不见,你们还好吗?大家还记得一起来看《流星雨》中的慕容云朵吗? 她是男主角慕容云海的姐姐,也是房地产借龙头企业慕容集团董事长的千金,慕容企业高层领导人,一头短发干练又清爽,很有细致呀。 在剧中,她和慕容云朵饰演的叶硕,虽然年龄和阅历的有很大差距,但是两人还是打破了重重阻碍,有了一段爱情故事。 慕容云朵的饰演者叫萧涵,1986年出生于湖南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03集。 2007年,她在电影《海上梦境》中饰演了一个漂亮、性感又叛逆的80后女孩詹妮,在娱乐圈展露头角,在温柔的背叛中,萧涵饰演的角色与自己的姐夫发生了不伦关系。 在这部电视剧里,她的演技也是很不错了,与江凯彤、徐正熙、范逸晨共同合作了电视剧《阿闪亮》,还与陈晓、周东宇合作过电视剧《遇见爱情》的丽先生。 有人说她在剧中的造型是中国版高俊熙,M就还可以吧。 橘子君独家福利,关注橘子娱乐微信公众号,Ju.快关注起来吧。 萧涵还演过谍战剧《双四》,在剧中,她饰演的一身红灵是一名地下党,她还在《将军在上》里饰演了张贵妃,橘子君看这部剧时完全没认出来。 张贵妃居然是慕容云朵,咋感觉变了好多啊? 现在的萧涵还是在拍戏,最近她的新戏《明洪传》定当了,平时对于自己的身材管理也是很严格的。 虽然经常吃夜宵,但是运动也绝不含糊。